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粉照片没有 给我看看 给你看 先刷 就这样 你看看 眼眼无声 鼻子塌陷 嘴唇过脖 最主要的为啥还是个秃头 秃头是吧 你说上瘾了是吧 啊 那你拍个小剧场你还公报出仇呢 如果粉丝用你的照片跟家里人说你是他男朋友 你觉得家里人会如何评价你 还有这种好事啊 大家要是家里吹婚吹得急可以拿我照片去挡一挡 可是怎么评价啊 这男人真棒 他们爱玩玩爱到到 也没事啊 比如说我们家里吹啊 他才不发个那我还做个好事对不对 还算尽了那么一点点的得 这个我没啥心情啊 一点感觉都没有 他爷爷就说 说你你咋这么没眼光呢 也不会干嘛吧 但心情还是挺好的 按粉丝的话肯定是 你这人找男朋友怎么找了个好 好 肯定是这样说的 首先就是很谢谢他吧 太举我了太举我了 因为我之前那个彩色头的话 我有被人问过就是 你是干理发行业的吗 所以说我觉得 他就是他的家里人看到的第一眼应该也会这样问吧 这眼光太低了吧 怎么看上我了呀 他们这样会觉得 这小子还可以吧 这小子看起来是一个 比较 性格比较好的一个人吧 他怎么感的 你眼光真好 这小伙子长得真精神 你咋把我照片拿去印度呢 然后那我再看一下家人的反应 还是小伙子挺好 一看就是个老实人 还是你说吧 反正我耽误没看见 他还点名就是这小伙子 明清暮秀的 我觉得可以 就这行为我没什么想说的 因为照片在他手上 我没有办法 这帅小伙子哪里的呀 什么时候带回家来看一下 不太好 赵母娘有点多 这小伙子不错 啥啥你回家 没什么好说 那你觉得他家里能看到你的照片 都会怎么去嫁呢 他妈 你怎么跟彤宇言在谈恋爱 你怎么跟彤宇言在谈恋爱 这个行为很棒 季节鼓励这种行为 希望他能挑一张 精修过的照片吧 只要他不挑我的那些丑照 我觉得什么都行 让他找几张好看的照片放上去 别到时候让他妈觉得 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是 我之前有遇到过 就在我评论下面说什么 康景龙是我男朋友啊 我是康景龙女朋友 然后后面的评论就有人接着 啊 胡说 我才是 好像真有人这么做过 就说我是他男朋友 给他家人看 我知道了 我也只能一笑而过呀 我能怎么办 就不要被你家里人知道是假的就行了 肯定是没有的 对 我很清楚我的粉丝构成 就粉丝们一般都是那种女儿粉你知道吧 或者是儿子粉 就喜欢认我做爹的那种 我们每天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对 一般不会干出这种事情的 我跟前程跟Cat一个宿舍嘛 我们宿舍的日常画风就是很装 交流就是你很装啊 我会看书 书就是窒息的海洋 热饭屋只有三个大老爷们 不吹业 没规定 书的行程掌 我的床随便闪 除了不打我其他都好说 我平时和无姓无名金羽住一起 金羽喜欢在别人进厕所的时候 然后把别人的灯关掉 我觉得很巧就生吧 以前子墨晚上睡觉之前都会和雨萍补脑叶 我说他是不是要补脑 他说我才去掉补脑 之前是跟义珍一个房间 义珍的脚比较臭 我就不多说了好吧 大家懂的都懂 请你说他跟义珍一个房间 我才是跟义珍一个房间的 他在夸你们 都想跟我一间宿舍 但是我其实就是跟一同一间宿舍 成窗型 就是每天早上就要叫他起床 这男狗如果我不叫他起床的话 他应该是每天都要被扣钱 所以我经常依此要挟他来请我喝奶茶 吹牛啊 看陆西法做平板子山 对啊他要练腹肌 他要绣腹肌给我们看 我们就一个卫生间吧 然后大家在洗澡的时候就比较 你赶紧吐了呀 你在里面待多久了 跟琳娜 就因为我们是乐器有养一只猫 我的习惯可能是跟猫一起睡觉 我现在跟我们的领队 我们基本会买一些什么想过 但是一直没有做的东西 比如那个泡脚盆 每天晚上泡个脚 买本书往上去探讨一下 然后呢买个投影衣 往上去看一些什么科比的纪录片呀 我跟我们亲戚的二绿子打野 小野王 他听我的话 他不听话就挨打 我让他上厕所把马桶盖掀起来 然后垃圾都扔到垃圾桶里 袜子该收拾也收拾 要他这么干净点 我跟琳芝生活学员 资格呀 你用了什么服务品啊 推一下 我下次也去用 边界 教练 看着辅助天天 不管我 他跟我住一起 这样就会记得还有一个射手在 他最怕呀 他最怕我告诉你是什么东西 三个字 电子衬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什么意思叫话 好像没有 他不了解我 他不了解我 他不尊重 你们太不尊重了 太不尊重了 他 他们 安静很多人都不能接受 就是晚上睡觉有人打呼吸这件事情 像我这种就已经被分批到就是那种 别的房间去了 别的房间去了 他怕什么 感觉没什么怕 怕鬼 怕鬼 你怕鬼吗 我怕鬼 我更怕呀 他很怕玩密室 他胆子也很小 我们去玩过 然后他也很害怕 他也是 他跟我一样 他也很害怕 我至少还撑到第二关了 他第一关还没结束 他就不行了 他玩密室的时候 跑的时候 刘老星被人拐倒了 然后就趴在街上 像个鸵鸟一样 掩耳盗银 然后把头抱在街上 鬼在他旁边 吹了几口气 吓得说来说去 然后连滚带跑的 跑到了房间里面 差点眼泪就掉下来 你直播了这么久 结果跟你说 都是无效市场 这是我们全俱乐部最怕的事情了 对 为什么会是无效市场呢 因为有一个恩器要求 要满足多少多少人 活的人还是 看到这条的小伙伴们 有时候我们直播的时候 来挂回机 多来看看我们直播 多来看看我们直播 勤劳掏勃打工人 我的黑脸 就是他有一次训练赛嘛 然后我训练赛打得不开心 我黑着一两个脸在那 他就会比较怕 然后他有一次 叫叫咪咪跟我说 你能不能不要黑着一张脸 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丝丝会发 笑死了 假期在床上吃个饭 一个电话想打来 直接 直接跑到厨房去吃了吧 笑死 他最怕的就是 六 平时我跟你讲 他只要让我生气的 我拳头硬进去 他就看到这个东西之后 就不敢说话了 他最怕 拳头硬了懂吗 怕黑 怕一个人回去 有时候我在外面 我说晚一点回去 他一顿 一顿一顿叫 他怕黑什么的 一顿求着我 说要一起回去 我都说 赶紧滚 但是受不了 大家好 我是北京微博阿豆 我是北京微博暖阳 今天我们完成一个挑战 完成一个盗放挑战 就我们互相给对方留了三句词 盗放再盗放 对对对 这样的话再猜 这个惩罚先别说 反正我看我的小圈头 我已经准备认输了 我先给暖阳录三个词语 北京荣耀大化王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快让他来 快让他来 受死 我要给阿豆录三个词语 阿豆 我是阿豆 我周宽今天要打死蒋涛 首先给你第一个词 你先猜一下 第一个词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难度的 来吧 你先猜一下 你先猜一下 韩信 恭喜你 你先猜一下 你先猜一下 平常让阿豆来猜我的第一个词 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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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这样的 他就是这样的 你看看 阿豆 阿豆 对了 第二个词 透露一下五个字 猜的出来就算你牛 哈哈哈哈 这谁听到出来呀 哈哈哈哈 这五个字 他一遍到后面一遍不准 第二个我又 我又 又西拜了 再来让阿豆猜一下我的第二个 我打手 我打手 开始吧 兄弟们 拿捏了 我打手 很拿捏了兄弟们 我拿捏了 我拿捏了 把惩罚准备好啊 现在我就是两分领先 但是我们还要做一个最难的挑战 我感觉他不可能猜得出来 这个音就很难复刻你知道不 我又又又又没猜出来 所以现在又到了我们的超公主 好了我认识了 这一个福克福 对不起 九个字 九个字 哈哈哈哈 第一个字是我吧 我是领导队唐狗 我和阿豆是领导队唐狗 不对 不对 多了 听一下哈 我周宽今天要打死蒋涛 我就知道他第一个字 十个字 我周宽今天要打死蒋涛 要打死蒋涛 刚刚我小小的获胜了 作为这个拜方要接受惩罚 惩罚是什么 领导他们现在在休息室 他作为代表进去突然偷袭 不说理由的揍他们 好吧 咱们就进行开始 快给我上道具 上道具 快给我上道具 拿拳道拿拳道拿拳道 那给我一个大锤子 冲 本来呢我是拿了一个锤子呢 我看他如果敢不工作 激励一下他 没想到吧 咱过去了之后这个气氛太过严肃了 一看到领导当时 直接问了我就干嘛呀 我感觉他下一秒就要几分动我了 我有点害怕 就不敢再吓死了 我怕他当场直接给我撂倒 给我来 来一顿毒辣 这一次的游戏 咱们就玩到这里结束了 好可以关机了 杀气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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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个简单手 这样吗 你别看我了 就你补 你给我补 当粉丝跟你的家里人说 当粉丝用你的照片跟家里人说 人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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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